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那么今天是圣诞节之前的最后一个礼拜日 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讲耶稣的生日 很多人都以为说圣诞节就是耶稣的生日 那也有一些人知道的说圣诞节不是 那么耶稣到底哪天生的呢 圣经里没有记 但是圣经里边隐藏了耶稣的生日 今天我就带着你 我们通过圣经的记载 不天之家业任何东西 我们来推导出耶稣的生日究竟在什么时候 那么在此按照惯例 我还是提醒诸位 如果有人对信仰不感兴趣 有人对基督教感到反感的话 那么本期特辑内容是基督教信仰内容 有的朋友如果不愿意看的话 还请不要收看 以免产生不适 好 那我们言归正传 那么这个蕴含耶稣降生秘密的经文在哪里呢 就在路加福音 我这里就不给大家读圣经了 你们可以自己去翻 你们也可以看我这个节目的时候 同时打开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我们来看一看 好吧 那么这第一章呢 我总结了五大线索 帮助我们推导耶稣的生日 第一个线索 施洗约翰 比耶稣早出生六个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这圣经里面记载了 玛利亚从圣灵怀孕 对吧 然后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边 那么玛利亚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 这里没有说 说是不是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 玛利亚立刻就从圣灵怀孕 但是一般来说 都认为就是说这个时候 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 圣灵就已经工作 玛利亚就已经怀孕了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他是圣灵感孕 那么玛利亚知道这个的时候 玛利亚去这个约翰的父亲家 这个时候约翰的母亲 怀着这个约翰 正好六个月 同时呢 报信这个天使加百列 也告诉玛利亚 说你的亲戚 那称为不怀孕的 那素来称为不怀孕的 已经怀了孩子 是男孩 而且已经六个月 所以这里可以充分的证明 就是圣灵感动玛利亚的时候 世纪约翰已经六个月大了 就在母妇之中六个月 这是第一个线索 那么第二个线索 我们就需要来推导 施洗约翰的生日 施洗约翰的生日 因为你如果知道施洗约翰的生日 你根据这一推导 比耶稣早出生六个月 耶稣的生日不就出来了吗 对不对 第三个隐藏内容 就是路加福音里边说了 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 撒加利亚它是以色列的祭祀 它是什么的祭祀呢 它是亚比亚班的祭祀 很多人忽略这一点 亚比亚班是什么意思 这也给大家做一个背景介绍 在以色列这个祭祀分为24个班次 一年是轮两回 也就是说半年轮一圈 24除以6 一个月多少呢 一个月四班 对 每一班是八天 它是轮值的 那么这个亚比亚班 是在这个一轮的第八班 大家记住这数字 第八班记住了 那么犹太历的第一个月 叫做尼赛月 这个月四班 第二个月呢 叫做以尔月 这个月也是四班 这撒加利亚 就在第二月的最后一班里边 当然了 但在当班的时候 它是不能亲近女色的 它在祭祀嘛 对吧 那它要亲近她妻子的话 要想怀孕的话 怎么也得等这班排完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 这是第二个月的最后一个班次 对吧 但实际上它要亲近她媳妇 就得到什么呢 第三个月 第三个月叫做什么呢 叫做西湾月 也就是说这个月 这个撒加利亚当完班 回到她的家里边 可以跟她的媳妇在一起 那么她媳妇 因为这个圣经里面看了 是吧 这个神应许她生一个孩子 所以就是在这个月生 那么这隐含的第四个要点 第四个线索 就是犹太利的立法 和咱们的功利是不一样的 犹太利的立法呀 它是按照每个月的新月 到下个月的新月 所以实际上它是半月 而且它每年的一开始 跟咱们功利不一样 所以说那太复杂了 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简断节说 这个西湾月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犹太利的三月份 是什么时候呢 是功利的五月中到六月中 五月中到六月中 那第五个因素呢 就是施洗约翰 怀孕的时间 没有像有些伟人一样 怀两年 怀十年 没有 人家就很正常 怀胎九到十个月出生 因为这个也记了 是吧 也记了这个 玛利亚在撒加利亚那住了多久呢 住了三个月 之前已经六个月 这又住了三个月 临盆了 它就走了 所以大概就是九到十个月 咱们取个整 一般来说就是十个月 好 这五大要素 我们已经掌握了 我们就不复习了 我们直接来带入这个事情 来进行计算 也就是说施洗约翰被他母亲怀上 是在某一年的 就这一年的五月中到六月中 那么经过十月怀胎 施洗约翰的生日应该是第二年的三月中旬到四月中旬 那么他又比主耶稣早六个月 所以主耶稣的生日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呢 应是在九月中 三月中加六个月 对吧 到四月中 四月中加六个月 就是九月中到十月中 这个区间 你看 这不就完全推导出来了吗 这就是说隐藏在圣经中的一些通过逻辑关系 你可以推导出来的内容 但是我们推导出来这个东西 有什么用呢 我跟大家讲 其实没有什么用 不要太过于纠结这个东西 我给大家推导这个东西 我只想给大家证明一点 就是说如果你去好好读圣经的话 你会发现圣经里边有很多的内容和很多的知识 是能够让你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有所收获的 同时这个推导耶稣的生日也是为了跟大家证明 现在咱们十二月二十五号所过的圣诞节 真真实实 它不是耶稣的生日 它是由于一系列的历史背景 这个传承下来的 那么这个历史背景 大家上去直接去 百度也好 谷歌也好 随便你 都有 这些有的知识 我就不愿意再做了 我们只说一些网上没有的 在信仰里面 那么我们所知道的 就像圣经里面说的一样 如今我不知别的 但知主耶稣和他钉十字架 那么我们这个 这个现在只等于就算圣诞期间 是吧 这圣诞节 我们就说点跟圣诞有关的 今天我们推导了耶稣的生日 但是上帝为什么 还要让我们来推导 甚至是他把这个 耶稣的生日用隐晦的说法写 他不直接写 耶稣生于哪年哪月哪日 他为什么不写 圣经他就想告诉我们 生日哪一天不重要 重要的是 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带来的意义 所以现在圣诞节 虽然圣诞节已经变得 非常的商业化 有圣诞老人 有这个巡路 大家送礼物 往这个袜子里边塞礼物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节日 他宣扬的是什么 是爱和帮助 有很多人都是在圣诞节 这样的这种互相帮助 互赠礼物的时候 体会到了彼此的这份感情 体会到了亲情 体会到了爱情 在这个过程当中 心里暴虐的人 他可能一无所获 但心里柔和谦卑的人 上帝有的时候 甚至会对他说话 所以说我们信耶稣也好 我们信基督教信仰也好 我们要抓住信仰的核心点 核心点就是 主耶稣来了以后 把爱带给这个世界 也带给你我之间 所以说为此 主耶稣甚至在圣经里面 故意隐藏了自己生日的哪月哪天 因为他知道 人类就喜欢把这个哪月哪天 搞成一个纪念日 然后以此大吃大喝 如果是那样的话 就毫无意义 还不如我们现在这样 不知道他哪天生日 然后通过种种历史原因 有这么一个生日 有这么一个所谓的圣诞日 我们就一起来纪念他 纪念他的什么 纪念他的使命 纪念他带来的拯救 纪念他带来的救恩 纪念我们的心生 这是圣诞节给我们的帮助 也是给我们的收获 所以说今天 我给大家推导耶稣的生日 也就是说一个活跃气氛 一个活跃 指使 让大家知识更充沛 更有趣的 更多一些对圣经了解的这么一个过程 再强调一遍 耶稣的生日在哪一天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要记住 耶稣是为什么而来 并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如果可能的话 更多的来帮助身边的人 更多的来包容身边的人 比如说他骂我了 我想还嘴 那我因为神的缘故 我不还嘴 他踩我一脚 我想踹他 那因为神的缘故 我不踹他 哪怕你只做到这么一小点 那么这也是你为了神的缘故 去做的那一点点事情 上帝也都纪念 好吧 那今天这个主日特集 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